早 早 早 好好工作啊 你们昨天到底什么情况 跟我分享一下呗 这是顾佳心说的招数吗 我现在心跳 是因为心动吗 没事吧 谢谢 嗨 向远 没什么想和我说的吗 晚安 晚安 好吧 那你早点休息 拜拜 江月 那天和我一起参加婚礼的女孩 不是我女朋友 那天和我一起参加婚礼的女孩 我早点休息 我早点休息 什么意思啊 算了 算了 不猜了 累死我了 回家 怎样 这么巧 你今天怎么那么早 我是你助理 两样的 美食不嘉宾 答不适 谢了 老板 昨天晚上约会怎么样 都没有小技巧 试了一下 真的 有效果吧 什么效果 跟我说说 我教你下一步怎么办 以后这种事啊 就别操心了 我不操心 我关心的 真的 特好奇 你到哪步了 不告诉我 赵公子早 早 赵公子早 好好工作 赵公子早 早 早 好好工作啊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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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昨天怎么样啊 你回家也不跟我汇报 我还以为你外溯了呢 不敢给你打电话 转天一想吧 你也不就是这么速度吧 所以到底什么情况 你快跟我说说呀 这还行吧 你就聊聊近况 工作方面有进展 许总过两天来公司开会 天哪 你有没有搞错啊 行了 我忙了啊 先不说了 拜拜 老虎 你们的奶茶 能把约会变成工作局 是我小姨妈会干的事 浪费了我一晚上的辛苦教诲 我估计她一个字都没听进去 你们那天感觉真的好好玩啊 可惜我没有参加 不对啊 顾佳欣 三更半夜的 你怎么会在小姨妈家 我当然是为了工作啊 我不像你 每天沉迷美色 我 我跟齐恒那个是清清白白的 我们两个只是好室友 你不要误赖我 都可没说齐恒啊 看来你承认自己沉迷齐恒了 我才不承认呢 我追星 我爱到那么多 我都爱不完 你别装了啊 你敢说你对齐恒没感觉 每天跟我打听她的消息 我早就看出来了 那你不要跟她讲啊 我告诉她了 她正在过来的路上呢 我以为你需要哥们儿助攻呢 看你准备准备 我跟你说了 你不要跟她说 你告诉她干吗呀 那我现在 我现在 我现在 紧张什么呀 齐恒人家是附近过来办事 我顺便叫她过来吃个饭 我加薪波 我说了你不要跟她讲 说了你不要跟她说 你这个人怎么 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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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说 是我的朋友 我跟你说 别别别 别 说曹操 曹到 别掉练杂 你俩玩什么呢 玩这么开心 是不是说我坏话了 没有 那个 郑多喜有事找你 什么事啊 先生 您的甜点和外败好了 你们吃 我先走了 不是 你就走了 你就这么走了 请客的了啊 谢谢 佳琴 佳琴 有什么好事啊 赵总刚刚联系了 一位重要客户 马上就跟我们 展开深度合作了 我跟你说 你们又要忙了 给 给我一个那 不加糖呢 我还不懂你 行吗 表现不错 我们这助理商够称职啊 既老板攒人 那是公主事情 可以 齐恒 你妈呢 新同事要来 对啊 听说也是一个海归高材生 是不是 谁这个点呢 公司的基本情况呢 就是这样 我叫何梅 是公关部的负责人 这边啊就是办公区 然后啊 有什么问题 随时都可以问我 正好大家都在啊 给大家介绍一下 来 这位是我们公关部 新来的同事李嫣然 好 欢迎小梅林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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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李嫣然 以后要请前辈们 多多指教啦 嫣然坐这个位置怎么样 当然可以 这个位置最好了 谢谢给你吃 哎 嘉欣 去哪儿呀 对啊 我忘记介绍了 这位是顾嘉欣 她是赵总的助理 经常请大家喝咖啡吃点心 今天就被你给赶上了 哎 嘉欣 给嫣然一杯咖啡呀 谢谢嘉欣哥哥 那我真是太幸运了 我入职 你请大家喝咖啡 你为我庆祝 好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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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欣 你看之后还需要什么的话 就直接到前台来找我 我就先去忙了啊 拜拜 开工了 开工了 开工了啊 我跟我过来 慢动 你怎么在这儿 谁让你总躲着我 现在看你王妈跑 开工了 快点 开工了 好 快点 快点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